就是咱们聊个轻松的话题 大家老说我注重性价比 那我买车看什么 肯定也看性价比 最近一阵 你看很多品牌 订阅车降价 很多人都留言说 前一阵我没聊过 小鹏PT降价了 什么特斯拉降价了 值不值得买 我跟你说 我一推荐一个车 绝对性价比之王 开十年的话 你也就等于赔五万块钱 你还别不信 就是我那车 分门以为 我当时买车的时候 就是两个点 一个求灵活 一个求省钱 城市跑 我又不需要那么老远 对吧 我那车200多公里续航 够用了 灵活不用多说了 便宜 绝对够便宜 百公里 我就算用快充装充电 也花不了20块钱 是不是省钱 然后前一阵 我们同事 开了我奔奔之后 特斯拉车主 跟你说 他都心动了 小车挺好开的 还便宜 然后他去店里问了 还带着我去的 然后我当时问了 那个 有一个国民版在售的 续航300公里 那个版本的 版本以为 538 虽然我有点扎心 但是 想想 我这车开了 三四年了 我现在卖 我还能卖个 三万来块钱的吧 我能赔哪去 对吧 咱说你买这车 真说开十年 顶多到头了 赔五万 是不是挺合适的 你说话 二号来问 你买一个电动车 第一年 先得赔三四万吧 所以说像我这种 注重性价比的 买盆盆益 这车绝对没毛病 开着灵活 好停 那同时呢 你现在买盆盆益 选的也多了 而且想说现在 其实买电车 我觉得没有必要买太贵了 基于你使用 城里跑 三百来公里续航 真的够用了 就算你天再冷 你还能跑个 一百多公里的吧 所以说城里跑 买个小车 挺好的 所以这是我 基于性价比 买电车 赔的最少的 性价比的推荐 给大家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